總統蔡英文預計在4月出訪中美洲友邦 途中計畫在美國過境 據傳將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 倘若成行 這會是台美斷交以來首次台灣現任領導人 在美國本土與美國政治高層公開互動 重要性不言而喻 當然這勢必會引起中國強烈的不滿 中方已經就此事向美方提出嚴重交涉 表示反對台美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觸 蔡總統過境美國又和美國國會議長見面 確實已經挑起中國敏感神經 聽我6分鐘給你新觀點 台灣領導人過境美國早有先例可循 過去以來中國再如何措質強硬都無法阻撓 只是這次據傳中方透過惡鬼管道 向美方表示採行精銳器模式 看似有化解可能引發的爭議 中國的考量為何 美國會接受中國的提議嗎 所謂的精銳器模式 細止1997年 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的精銳器來台訪問 美中雙方為了緩解可能引爆的緊張關係 所採行的折衝方式 26年前美國國會議長精銳器訪台的安排 美中達成不成文的協議 時任美國副總統高爾先行前往中國訪問 精銳器隨後訪中在他的亞洲行中 轉赴台灣進行三小時快閃拜訪 當時和前總統李登輝見面 並延遲激勵反對中國武力犯台 有趣的是日前傳出中國透過惡鬼管道 向美國提出可以參考精銳器模式 來處理台美中三邊關係 也就是如果美國現任國會議長麥卡錫來台訪問 那麼美國也同時指派現任副總統賀錦麗訪問中國 傳聞一出外界揣測 中國是不是有意要緩解麥卡錫 與台灣政府接觸的政治衝擊 一來一致 這對台美關係發展的效益 二來對內交代 美國人必須顧慮中國的感受 證明中國並非坐視不管 凸顯台美互動層級不如美中關係 倘若中國真如傳言般透過惡鬼管道向美方提議 這背後具有兩個層面意涵 首先以退為首來處理美中之間的爭議 一來惡鬼溝通可以降低政治壓力 避免雙方出現難以轉緩的局面 另一則是目前美中人為完全恢復正式溝通管道 惡鬼能維繫兩國之間的意見交換 避免因為誤解而爆發衝突 換言之中國並不希望美中關係持續惡化 至少外部處境仍能維持在可控的範圍 避免越來越難以操之在即 第二便是凸顯中國對於當前局勢的擔憂 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以穩固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政治地位 首當其衝的挑戰就是如何解決國內社會經濟問題 因此要反犯外部因素的影響 特別是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崛起的壓制 可能會讓習近平更疲於奔命 雖然習近平在剛落幕不久的兩會中 罕見公開抨擊美國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圍堵 其實背後有著借此來向美國求和的用意 顯然中國內部問題相當嚴峻 不希望美中關係讓情勢更加複雜 不過中國提精銳器模式的建議 是否會被美國買單 恐怕不太容易 主要原因在於1997年的國際情勢 和當前相比根本完全不同 當時美國對中政策仍採取綏靖主義路線 正面看待中國經濟開放及政治改革 此外當時的中國正要走出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陰霾 國內震驚社會百廢待舉 再加上精銳器訪台時 曾表示若中國動武 美國會防衛台灣 這對中國來說儼然是一個警告 不過中方的反應卻異常冷靜 沒有太多的回應 顯然中方刻意自我壓抑 問題是中國要複製精銳器模式 美國恐怕是不會接受 主要原因是 美國試圖切割中國因素 對台美關係的影響 尤其是近年來 台美各種官方接觸 中國雖然依然會大聲叫囂 但美方人是不為所動 再加上去年8月 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也是訪精銳器快閃訪台的方式 但中方過激的反應 旋即採取大規模的軍演 及飛彈試射 這讓美國深知 必須正面且直接防衛 中國的軍事威脅 而不是接受中方的任何要求 這從麥卡錫不滿中國干涉的回應 便可虧之 值得觀察的是 麥卡錫近期沒有訪台的計畫 但是蔡總統即將在4月 出訪中美洲 過近美國時可能和麥卡錫會面 這樣的情況又和26年前的精銳器模式完全不同 也和去年裴洛西來台訪問不太一樣 倘若中國仍是希望美國能指派賀吉利訪中 目的是要淡化菜賣會可能衍生出的政治問題 恐怕美國不會讓中國稱心如意 畢竟美國國內反中情緒高居不下 仿中無助於改變情勢 更可能會招來各種質疑 賀吉利不想因此斷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拜登及民主黨也會擔心被貼上 與眾謀合的標籤 不利於2024年的總統選舉 美國極有可能不理會中國的要求 美國國內反中出現 也是國民主黨 清包軍方法 美國國內反中 чуд爾 北宮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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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宮近平